执行之后是可以执行 可是问题呢 它会变成像这样子 它会一直挤到右边 它不是盖过去 它是挤到右边去 那问题不对啊 我挤到右边去 那我怎么怎么处理这么多资料 那更麻烦 OK 好像比Ctrl C Ctrl V 好不到哪里去 OK 所以有时候你要写程式 你可能要从头到底 你不能就做一半 做一半反而更麻烦 因为后面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希望怎么样 我刚刚讲那个流程 这个A1的1 它变成是需要有个变数 就是它第一次是1 然后它之后的话呢 就是向下追踪加1 就OK了 可是问题怎么样满足 这样的一个 一个程式的需求 这边我就想了一个方式 就是呢 这个1 就是你的初始 所以你需要有个变数 那那个变数的名称 你就想给它一个名称 我喜欢用K好了 K 这个变数 它预设值等于1 对不对 那这个K等于1 写到这里是说 它执行这一行程 它把1放进K 所以K里面就放1 OK 那我就把这个K怎么样 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把 那怎么放 一样 因为刚刚这个I 是放在一个字串的中间 那这个的话 应该是放在它哪里 放在它的右边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E的 这个在后面就是双引号 就没有东西 没有 右边没东西了 所以如果要串的话 跟刚刚不一样 这个是串在中间 那如果你是串在右边的话 那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and这个就可以 这边不用串 因为右边没东西嘛 你干嘛在串 所以如果你要写的话 是这样子 把这个先选起来 Delete掉 然后移到这个双引号 右边andK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呢 把and前后加空白 好 它就把这个 有没有 放在它的右边 那所以它预设值等于E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它第一次 就会是AE 就放AE啦 OK 那你说老师不对啊 它第一次放在AE 可是之后的话 必须改啊 什么时候改 那我们往下追 我刚刚有讲过 它真的去抓资料 其实是这个方法 叫点reframe reframe就是 有点像更新嘛 网页有点像重新整理 应该这有概念嘛 点reframe有点像是 我就直接执行它就对了 执行这个网页 那它就把资料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必须在这个的下方 当你写在这边下面也可以啦 或者你写在end with的下面也可以啦 反正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啦 那我就让它向下追踪 可是要怎么样向下追踪 这个向下追踪 这以前如果你有上过那个入门课 应该我有讲过啦 不过不管有没有 我再示范一次 就是我们把游标放AE 你要按Ctrl向下 Ctrl向下呢 它就去追踪什么 追踪连续范围的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它会把结果返还给我们10 OK 所以如果你要写这个叙述的话 就是有点像游标放在AE的话 那一般我们怎么叙述AE这个储存格 你有印象吗 rangeAE有没有 指的就AE的储存格 那我要让它向下追踪的话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叫.end end嘛 有没有 范围的边界嘛 然后哪个方向 你刮弧之后它会让你选哪个方向 那有没有 我是建议你用选的 刮弧 然后它会跳一个方向让你选 应该看得懂吧 我们是向哪个方向 向下 所以你就选什么 XL OK 就这个 那这个end 的XL 就跟Ctrl向下 到底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把游标放AE 按下Ctrl向下 可是Ctrl向下之后 你要什么东西 我要取得它现在在哪一列 取得它在哪一列的话 就点Raw Raw的话 就是它的列号 OK 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Ctrl向下之后 那请问一下呢 它的列 里面的值是多少 那你就打一个点Raw 点Raw的话 就会把10取回来 所以以这个程式的话呢 它得到就10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我是建议 这个还蛮常会用到 所以最好自己重打 多打几遍 这个很重要 因为常常会需要追踪 某一个范围资料 那因为我们要加 加多少加1 因为我如果要放 应该是这个10的下一个 所以这边一定要加1 便放在11 那如果有了之后 我们就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我有K 对不对 所以你在前面加一个K 等于就可以 K等于 向下追踪之后 得到的列 把它加1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11这个结果 放到K里面 那放到K里面之后的话呢 下一次它就会从 A11的地方往下放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反正每一跑完之后呢 它就向下追踪看看 现在向下的那个列的位置 是在哪里啊 那我就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K里面的值 就会跟着你的资料的最下面 去变动资料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了 所以应该不难懂 只是说把它写出来 应该不太容易了 OK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想了很多版本 这个是最简单的版本 因为只要加两行程式 这一行跟这一行 然后再加这个M的K 就完成了 不难 也不难理解 最后呢 要能够成功才OK 那为了说 因为我每次都要锁动 去把这边全学按Delete掉 所以呢 我是建议干脆你在开头地方 写一个自动清掉 整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资料的一个叙述 一般是写一个叫什么 Sale Sale是储存格 加S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加一个点Clear就可以了 Clear的话是清除什么 清除全部 OK 那这个的话是清除全部 如果你怕看不懂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上面 加一个单以后 然后跟他写一个叫清除 清除所有资料 所有或者叫工作表 工作表资料 OK 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 那底下的话 甚至这个你上面 假如你怕不太清楚 我是建议你自己写注写 因为注写是写给你自己看的啦 当然因为我自己写我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加注写 可是你如果不懂的 请你自己加一下 不然你将来看不懂 你自己来写什么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演示一下 OK 那我不要一下跑太快 所以我前面讲过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组航 OK 我就组航 F8 清掉 有了 然后K因为执行之后 它就等于1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变数 就是叫K 里面放1 然后I的话 第一次执行一定 I等于1 所以丢过来之后 这个网页 就是第一页 然后 它抓表格 Refresh就是真的抓 所以它什么时候抓 Refresh抓 然后再来的话呢 K目前的值还是1 对不对 可是执行这一行之后的话 那它得到多少 得到的就是 92 为什么92 因为它是这样 油标放这里 Ctrl向下 91 再加1 它把91的资料 再加1之后 那就得到92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在下一页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Four回圈 它I就变成NAS就变成2 所以它1下一个2 然后呢 它就抓第二页 那放的位置呢 我就把它放在91的下一个 有没有发现 它就放在这里 OK 然后它就 再下一个 有没有 所以这里应该再下一个应该是 182 182加183 看一下 应该没错 Ctrl向下 对 182 它底下我就不眼 所以 没问题了 所以我就让它全部跑 全部跑的话 按指示这一个 继续 OK 它就一直转转转转转转 不过至少比你人转 不然的话 Gaino转很快一下就OK了 可是如果你自己手动自己来的话 哇 浪费一次 OK 好 看一下 那理论上应该全部抓下来 也没问题 不过这边好像有这个啦 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个是宽度吧 拉宽一下就好了 OK 那但是 好像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够完美 哪些地方呢 它每抓一页 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重复 所以 这个资料已经全部抓下来 第二步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删掉 这个不要删掉 等一下来看 怎么比较快 还有第二个问题 它这个 一个储存格里面居然放六个资料 但问题你要统计分析的话 一个格子放六个就是文字 那你文字就不是书 所以变成要把它切开来 把一个变成六个 OK 最后就可以统计分析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加的东西并不多 都在云端上面第五页 我是加这个 跟这个 还有这一个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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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